严秉国小禁思阅读空间一年前启用 四季仍在来访 整天一百本书籍 也发现学生们不只是喜欢书 也喜欢这里的氛围 喜欢这个禁思书圈的原因是因为 这边是比较安静 然后比较不会有吵杂声 推广阅读 所有的书籍都是刻意在挑选 希望能够让他们一翻开就喜欢 环保的议题在第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不会讲到那么的深入跟专业 但是它这里面在浅浅的文字中 它带了一些比较知识 科学知识的东西在里面 可以把我们的这些祝福 然后我们的爱心送到非洲去 曾在学校授课的曾采晴 也借此机会启发同学爱心 捐助国际震灾 为非洲受难的灾民们祈福 同学响应热烈 在社聊国中一年来 学生们也在书中找到人生的智慧 书让我体会到农夫真的不好当 不只要靠天吃饭 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 这句话有鼓励到我 因为我很不自信 我都可以感觉看到那个孩子的笑容 是偏不了人的 那当我看到他专注地看他的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就是校园当中 最美的一个风景 肯定静思阅读空间发挥的作用 校长计划未来还要举办轻师座谈 和社区家长们一同分享 大约新闻真正美志工 涂耀男 廖佩珍 沈英芳 南投报导 我们看见了 有天